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财经 我是小青 最近应收账款成了核酸检测行业被讨论的热词 疫情大流行三年来 北京当局采取的清零防疫政策 从关闭边境到频繁的地区与城市封锁 与世界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去年年底 公众的不满情绪因一波抗疫浪潮而沸腾 白纸运动标志着近十年来最强烈的抗疫 北京当局终于开始放宽一些最严厉的防疫限制 中国核酸检测公司面临一个现实的情况 账面收入上亿元人民币到手却没有多少现金 纸面富贵难兑现 以达安基金 金玉医学 华大基因 凯普生物 蓝胃医学 普尼测试 圣香生物 硕士生物 枝江生物和瑞昂基因 这十家中国大陆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核酸检测公司为例 数据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 十家公司的应收账款累计达到了213.7亿元人民币 而在2021年前三季度 这个数据仅仅为126.8亿元人民币 增长之快 令人折舍 现在 核酸检测公司到底应该找谁要钱 这又是一个难题 例如 北京美因医学检验实验公司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这里简称其为美因公司 这家公司为北京市门头沟区 用定阵政府行政区内人员做中共病毒核酸检测 为了让测试顺利完成 用定阵政府先行支付了保证金200万元人民币 但是 根据相关的委托检测协议 则是应该由门头沟区妇保健院与美因公司签订 这家医院得向美因公司支付检测费用 检测任务完成后 美因公司找永定镇政府要检测费 如果 美因公司起诉永定镇政府和门头沟区妇保健院 法院最终判定 美因公司应向门头沟区妇保健院索要核酸检测费 而不是政府 有律师对媒体表示 因为疫情原因 在核酸检测及相关产品的采购中 部分约定是口头达成的或对既往协议的延续 此时若对价格付款方式等细节没有明确 就可能导致供用商回款困难 甚至需要打官司讨债 应收账款的麻烦之处在于 一旦欠款方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财务困难 无法及时足额偿还欠款 就会给核酸检测公司形成坏账 也就是欠的钱有可能收不回来了 当然 硬币还有另外一面 一篇名为《拥有35家核酸公司的张珊珊是谁》的文章 2022年11月27日在中国网络上广为流传 该文章很快被封杀 文章质疑 这位名叫张珊珊的人注册了35家核酸公司 地域涉及全中国 而且大多数是在近几个月内注册的 特别是哪里有它的公司 哪里就有疫情 甚至是刚注册没几天 当地就开始全员核酸检测 去年两月 网络上流传一段 类似哈佛学者王万胜 在私人聚会上的谈话录音 指出中国核酸检测和疫苗研发接种 都被中共权贵利益集团用来大肆连财 如中国某集团公司 仅靠核酸检测一项就赚了6700亿元 好 对于核酸检测公司的乱象 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